老公破产徐若萱想付出老闲,为何爱国艺人吴京说,想也别想?因为他当年走红时把话说得太近,踩中国地雷毫不留情。 最近有媒体爆出,徐若萱老公李云峰濒烈破产,徐若萱打算举办学回演唱会赚钱,希望能减轻家中负担。 看到这个消息,真的想为徐若萱叹一口气啊,他的人生也太坎坷了吧,竟然比穷瑶女郎还苦。 不过呢,这也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悲催。 徐若萱出生的时候,家姐就很窘迫。 她上面还有个姐姐,爸妈本来希望生个儿子来穿宗接袋,没想到又生了个女儿。 长大一点,徐若萱还差点被卖掉。 有人要出钱买她,那笔钱能改善家计。 还好徐妈妈坚持留住她,我妈很勇敢,善良热情,也许和泰亚祖母戏社会有关,女人可以保护家人,撑起一个家。 徐若萱十四岁的时候就开始入行赚钱杨家,还拍了《大赤杜写真》,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成为了他人生的黑历史。 后来谈恋爱跟拍电影都阻碍重重。 她的初恋是吴奇隆,两个人谈了两年恋爱,很是甜蜜。 可惜吴奇隆的妈妈似乎不同意两人交往,最后这段恋情也只能无疾而终。 多次恋爱挫败后,徐若萱本来都打算放弃结婚,一个人过了。 结果她遇到了现在的老公李云峰,一个比她小两岁的富二代。 李云峰对她百般疼爱还很顾佳,让徐若萱也总算是跨过了恐婚的这道门槛。 蜜月期你浓我浓,徐若萱放话说,下辈子还嫁她。 结婚后,徐若萱又成了高龄产妇。 卧床142天,打了200针才生下儿子,简直吃尽了苦头。 儿子出生后就在导温箱待了快一个月,让徐若萱相当揪心。 还好儿子快一岁的时候,变得健康可爱,一切看似纵算苦尽甘来。 没想到去年突然传出徐若萱老公负债十一一星台币的消息。 其中九亿还需要在一年内排清。 本来已经隐退状态的徐若萱,也只能宣布付出来帮老公养家。 后来在节目里谈起这个事,他就心酸落泪,说原本打算一辈子不婚,结果现在一无所有。 辅出要是能好好赚钱也就罢了。 偏偏又因为他当年发表过日本是养母这样的脑残言论,遭到了大众抵制。 比如吴京在宣传战狼时,记者问他如何看待那些卖国求荣的女明星,吴京直接抛出一句。 让那些不爱国的女明星滚出中国,我们不欢迎她们。 本来今年一月妈妈是超人最开始公布的嘉宾名单里,本来是有徐若萱的。 结果群众抵制的声浪太高,节目组只能临时将徐若萱除名。 徐若萱也在一夜间清空了微博。 今年三月,徐若萱爆出自己带娃的生活照,头发凌乱面容憔悴不堪,完全没了刚结婚时的少女言。 她在配图里还说下了班带娃累到崩溃,看样子是连请保姆月嫂的钱都没有了。 现在,徐若萱又说要开巡回演唱会来赚家用。 但她现在已被全面封杀,恐怕是难以从巨战里脱身了。 所以说,女明星就算费紧嫁入了豪门,也未必等于领到终身饭票。 想想也是付出替夫还债的刘涛,一年内拍了20部电视剧,接了M部广告才帮老公王柯还亲肆意债务。 结果今年乐视股票又赔进去6000万,现在还在苦海里翻腾。 还有嫁给了许佳的小S,连生三个女儿还被逼住生儿子救不出了。 老公的面包店出现问题,小S还要陪主老公一起向公众道歉。 现在的小S有苦说不出,还只能强颜欢笑,只有喝醉乐的时候才敢大哭。 这也再一次证明了,婚姻绝对不是改变人生的捷径,三观不正更难有立足之地。 想来想去还是范爷那句话最霸气了,我没有想嫁入豪门,我就是豪门。 老公的面包店呢,我们来说是很崩益。 我然后,要 NorinQ,你觉得这也是很教� Tä dem essayer? 我虽然还是很教育地? 都把想要跟他人传作 instance一样? 我们会回来!